來 琪琪 媽媽對妳 對大的改變成就妳什麼事 沒有走歪路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單親嘛 那我媽媽就覺得教育念書很重要 所以她對於我的教育是很堅持 而且有她的理想抱負的 因為其實她一個人照顧我跟我弟 其實是很辛苦的 其實沒有錢去讓我念私立學校的 所以變成說我高中就要住學貸款 就要住學貸款 就我媽很有尷尬 就是我高中的那些住學貸款 她說她要還 其實 好感人喔 對 我覺得她很厲害的地方是這樣 那琪媽一直渴望琪琪 因為我一直渴望琪琪 她可以讀個大學 然後嫁一個好老公 然後我沒有讀大學 我今天有讀大學 不會坐在這裡了 我早就就是企業家 人家是加州大學 還不是坐在這裡 她拜託了 人家是學校什麼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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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這裡 然後因為我又重訪 我跟你講 等一下 等我 東倫多什麼 東倫多 溫哥華 對 溫哥華大學 真的還假的 真的還假的 你看他不像 真的還假的 師大音樂系的碩士 屏東最大幼稚園的園長 大幼稚園 太厲害了 大幼稚園 你知道我是什麼的嗎 你什麼的 我是我們蔡市長的蔡市長長 最好是 蔡旗愛 妳真心的覺得這個好笑嗎 我真的是市長 我沒有跟你 他要去選里長 我早上10點就拿酒去市長 跟他們喝酒 他們都很喜歡我 他們叫我去選里長 我都在想 OK 妳說妳本來渴望琪琪怎樣 因為她讀書很爛 可是我希望她上大學 可以加一個好老公 然後很乾淨 上大學一定加得到好老公嗎 對 但是她的觀念就是這樣 對 以前的長輩觀念就是這樣 對 然後 那其實也還好啦 就是我還是有 考到台北學校 那其實考到台北學校 她還是去籌 本來那個 那個是 可能給我20萬嘛 本來20萬是要 我本來要買車庫的 買家裡的車位 後來沒有買車位一點 對 然後把那20萬給我 來台北見書 那琪琪妳覺得還是 學校也是有差吧 其實 其實我覺得我媽的堅持 其實是對的 因為妳的人生就 要不然我現在可能就是 反正洗頭小妹 還是賣賣小東西這樣 就不會上台北 然後認識 認識不同的生活 對 妳講話就對 妳就不會坐在這裡了 我就不會坐在這裡 對 妳後面那個 怎麼罵都罵不走 這麼久了 我不曉得 這個 還在 這個貼多久了 我不知道 我現在才看到 原來他一直在 一直陪伴著我們錄影 錄了三年耶 對 他就來上台北 然後就遇到他 那遇到他 我媽還看不起人家 還罵人家 看貓沒點 對 不是 他那時候問他 妳有沒有姐 沒姐 有沒有房子 沒有房子 妳有什麼 他指一台摩托車給我看 我就把他踹死 知道嗎 沒想到人家今天這麼有成就 對不對 還成為剛剛好的代言人 妳看 他好家在 我堅持他 什麼叫好家在 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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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事實證明 妳女兒比妳有眼光 真的 好 來 那就 琪琪順著妳的話聊 成也媽媽 拜也媽媽 媽媽拜過妳什麼事情 麻煩 真的是超級多的 做事衝動很丟臉 他做事真的 他其實脾氣真的不好 然後呢 就有一次他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時候我才也是國小 然後他就是有一台 就是他騎車 然後有一台 有一台車就是會這樣子 電車差點撞到他 檢車 然後結果他怎麼樣呢 他是直接 妳是說下車打人家後車蓋 沒有 他就邊追邊打人家後車蓋 技術量很好 好 手上心機 然後就開始罵人家說 妳剛才是妳趕我下來 妳是剛才是怎麼撒車的 撒撒 在台北嗎 在高雄 然後我就覺得現在 因為現在的新聞就是 妳這樣子可能就被開槍 然後說 那個時候他都不會想這麼多 然後到現在 因為以前呢 以前因為都是 住高雄嘛 就向下 然後其實想娘娘就會在路邊尿尿 他現在還有這個習慣耶 我就很不可思議 所以他 他去逛101喔 對 這樣 對 這公司 究竟 不是啦 後面是Chanel 不是喔 Chanel跟卡蒂亞還想一下 沒有三級 沒有三級 我就說在旁邊 警察會來 怎麼會這樣子 不是 不是你啦 我說 可是他會讓我小孩還在路邊的 水溝帶鳥鳥 喔 那就舒服多了 我以為是騎媽 他還沒講完 我再打住才會這樣 我最近有嚇死人 妳會去路邊那放賽耶 哪會丟臉啦 每個媽媽 阿嬤都這樣 我如果沒有放在妳家裡啦 那好錢 然後就算了 她在台北也這樣 我真的是昏倒了 然後現在呢 我就不教育她了 我直接教育小孩 我說 妳要上廁所 就是學校上完 或者是回家上 或者是妳跟阿嬤說 妳要找有 Seven的廁所上 若綺 媽媽拜了妳什麼事情 我媽呢 她拜了我醫療陰影 像我媽就是她就是 我跟妳說 她很喜歡跟人家聊天嘛 而且她這個人耳根子很軟 他們 真的真的 像她在開幼稚園嘛 然後小朋友長水痘對不對 那時候我還沒有長水痘 只要沒長 一個小朋友長水痘 來妳過來 把她那個 擠到我身上 她說妳就趕快要長水痘 真的 然後 希望妳快點 而且是每一天AV掉 我就說 我找我幹嘛 結果廣播說 那個洛琪來 來我們那個大廳 大廳幹嘛 把那個 把小朋友叫過來 只要是長水痘 小朋友全部都擠在我身上 妳後來有沒有長 超人啊 妳有沒有長 妳就沒長啊 我機會越想長 就越不長 對 因為小時候長越好 長大長會有留下疤 好 那她除了這個做奇怪的傻子以外 我跟我媽從小算是 這樣我們感情還算滿好的 就是我們會一起洗澡 我到高中的時候 才會跟她一起洗澡 然後她在那邊看我 女兒妳好像就是 發育得好像比較慢 就是妳那邊好像是不是沒有什麼毛這樣 我說 我說 怎麼了嗎 沒有 王姐沒毛 擔心妳 那邊沒毛 辦事不老 對 不是 因為 妳雖然說 如果妳下面沒有是白虎 然後會 會客戶 白虎 對啊 那男朋友如果不然就白虎 睡三年了 然後我媽就說 女兒 我跟妳講 妳這樣不行 她就拿那個生薑 她說來 我跟妳講 抹那裡 她叫我抹那裡 她說妳就每天洗完澡 刺激那邊 刺激私密處 我說為什麼 她說 我跟你講 整個私密處發炎 是不是能這樣子弄出來 你看我媽是會 很新的 很新啊 又新又辣啦 對 所以我就對我媽講話 我請教我 抹高粱 五八的 妳們兩個 不是 妳們兩個 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 對 後面搞抹高粱 玉琳哥 我真的錯怪妳了 我本來一直以為 妳在教壞小孩 今天我覺得妳還好 這樣 她都會亂吵 不行 這樣子亂抹 妳們兩個 對啊 村姑 村婦 沒有擔心 所以說 那時候真的也沒 那時候也還沒有 身體起來 我也很擔心 真的 18歲生理期還沒來 還沒來 所以說我就帶去我那個 我先生她那個 同學剛才是那個婦產科 我說那個那個 讀醫師怎麼辦 我女兒那個 都讀高粱 那個生理期還沒來 那怎麼辦 是不是陰陽冷這樣子 對 我說 真的啦 陰陽冷是什麼 因為呢 最後一句她說什麼 陰陽冷 你們不要笑 我們當然是因為好笑 可是我們會擔心 因為18歲 一個妳的女兒18歲 如果還沒有發育 因為她三次產檢 都說我是男的 對啊 然後我生出來是女的 我現在同學還這樣 趴 她說怎樣 還故意笑 我說 欸真的沒有只過女人 怎麼辦 她說這樣子騙我 她在哭耶 我也哭耶 那我就哭了 她就怎麼辦 她說 大嫂騙妳的啦 有啦 只是晚來而已啦 她說 真幽默 對啊 那 就是 那時候嚇到了 還好妳就是比較晚 比較晚而已 然後就吃著吹雞的那個藥 所以妳看媽媽有的時候是困難 媽媽有的時候是困難 她真的是困難 對 她真的從生物之前就困難 因為她說她懷孕的時候 因為我爸爸是肚子 她懷孕 如果不是男的 她就要把我拿掉 妳看這個 妳看這個女人 心地多壞 她就說 真的 若琪妳是老大嗎 我是老大 她說 她不相信 就是 因為我爸爸跟她講說 如果是男生就不能拿 她等三個月去產檢 那我是男的嘛 那我爸爸說那妳不能拿 我媽不信一直去產檢 產檢三次 我都是男的 真的 我們那個年代 所以 所以我出來說 妳知道我到高中沒有來 其實我對我來講 真的是內心硬 我最想說 會不會我真的是 她養了十幾年 我是一個小男生 幫她一直關輸我一些 真的我們那個年代 第一胎生女的 會被婆婆公公虐待 我第一胎生女的 就是生她 被我婆婆公公虐待啊 她說 都沒有算 我婆婆還高一的護士 我公公是公 她都沒有算 生女的 生得了解啊 怎樣 她 生得了開始被罵 都會怪媳婦 說 妳不好 妳男女不好 我來 真的 那是她的身體好可憐 真的 可憐 沒有 但是又媽媽 女人真的好辛苦 很愛我 我真的愛她 妳也因為我比較愛 還好妳的女兒對不對 妳沒有怎麼樣 你看 跟你這麼好 終究 對 走過了這些坎坷路 女兒才貼心好不好 若綺現在這麼成功 是不是 挺挺欲力 對 但是這一集 我還是建議不要播出來 因為若綺又出門 每個人都知道 她沒有毛 11點熱炒店上菜了 記得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